现在运通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1月30号 星期四的一个盘中节盘 我是崇伟博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11点钟 目前台北股市的状况 这个盘市其实根本就不用讲了 现在跌了586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预估量 今天目前为止台股的成交量是1769亿 来各位你没有看错 现在11点钟 现在不是已经快收盘了 现在才过了一半而已 所以预估量大概有3000亿了 3000亿 那今天不管是在大盘 还是OTC都大跌 都大跌 大盘跌500多点 所以比例上的话大概是5% 5% 涨停加速14加 跌停86加 上跪的跌停78加 所以今天跌停的加速会越来越多 然后这个涨停加速基本上都是一些防疫概念股 都是一些防疫概念股 我认为这个盘不需要解 以短线以今天来讲 就是恐慌性的这个情绪所带动的 所以这个盘势不用解了 我们等一下来讲未来的盘势 那在这边 那在这边 这个肺炎 它后续的一个影响 大家都没有想到在过年的这一段期间 因为台股的封关日是在1月20号 台股封关日 这是台股封关日的行情 1月20号 然后前三天 就是封关的前三天 台股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上涨 基本上还是维持在1万2000点之上 大家都没有想到 在过年的这一段期间 这个武汉的这个肺炎发展的这么迅速 而且在全世界都有病例 确诊的这样的一个病例 当然中国武汉是最大宗 然后目前到现在 在Weber老师录影这个时间 台湾确诊的臂力有8个病例 确诊的这是确诊的 然后疑似病例好几百例的 但是这个我想Weber老师今天的节目 除了等一下我们会跟各位 如果有时间 我们跟各位讲一下 后续盘势的看法之外 我们先来跟各位聊一聊 这个新冠状病毒的一个状况 因为其实从今天的台北股市的 走势来看 它明显是产生恐慌性的 因为如果不是恐慌的话 不会这样子跌啊 如果不是恐慌不会这样子 直接开盘然后杀到现在 跌了500多点 我请问大家 世界末日了吗 你们觉得台北股市 从此以后就是走空头了 你觉得会这个样子吗 其实我们先从这个新冠状病毒部分 来给各位做分析 我觉得大家不需要那么的悲观 我们要先了解一下 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特性 怎么去做预防 还有它后续可能发酵的一个状况 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新闻 包括从中国大陆武汉 然后一直到中国大陆全国 然后一直到海外 比如说像我们台湾是最近的 邻近的韩国日本 甚至在美国澳洲 其实都有案例发生 那这些案例都是传播出去的 也就是在1月23号 我们台股封关日是在1月20号嘛 对不对 大家都没想到说 1月23号武汉会封城吧 那封城之后 当然封城的效应的扩散 就没有那么大 但是这个新冠状病毒的潜伏期 有高达大概可以到两个礼拜 14天左右 所以其实在封城之前 已经有500万人 甚至超过500万人离开武汉 所以这一些都是有可能 为什么目前看起来 会越演越烈的原因在这边 好 那是不是我们要 一样跟着恐慌 一样跟着悲观 我们先弄懂这个病毒的状况 然后我们再来讲台北股市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客观一点点 第一个是 什么叫做武汉的这一次肺炎的病毒 它是一种叫做新冠状病毒 我们大概简单来给各位看一下 它是一种呼吸感染的一种病毒 就是说它基本上85%跟SARS 2003年民国92年的SARS 是有一些雷同性 但是它的死亡率跟感染率 其实它是不一样的 我们先给各位简单看一下 就是这个是呼吸系统的一个疾病 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的冠状病毒 其实有好几种 比如说2002年 2003年出现的是 这个叫做呼吸系统综合症 这个叫SARS 这个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好 上来是在2012年 才出现在中东的 这个叫MERS 好 接下来这个就是新冠状病毒 这是新型的 也就是这个之外的 那这个冠状病毒 其实基本上它都不是 其实它不是从人类来的 它主要都是从这个动物的身上 所以其实这个冠状病毒 为什么说 它都是可能就是 有人去吃野味 对不对 所产生的 好 那这个什么叫新冠状病毒 这个是没有在人类中发现的 好 那它同源性跟SARS来讲 高达85% 好 那你可能会觉得很恐慌 因为当初在2003年 2002年那时候还记得吗 那个像台北市的 那个和平医院封院的 然后感染的话 很快速在一个礼拜就死亡 其实SARS它的死亡率 会相对比较高 相对比较高 那这一次的新冠状病毒 所谓的一个武汉肺炎 它的死亡率其实比较低 你可能会觉得说 看到很多死亡率 是因为它感染的数量多 它的传播速度 以及它感染的速度 比SARS还要快 各位你要了解它的特性 为什么这一次像 韦伯老师出门 我一样是戴口罩 主要是我们要了解 它的一个特性的状况 它是属于近距离的 飞沫传染 如果说你现在在一个 户外的空间 你现在人可能在户外 在野外也好 或者是你走在路上 其实需要戴口罩吗 其实是不需要的 已经以目前台湾的现况 大家都有防疫的观念 对不对 台湾的目前现况跟武汉是不一样的 这个新冠状病毒是在12月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 但是因为中国当局它觉得它不警惕 它不像我们会比较就是会有所准备 所以你们看台湾大概有几例的确诊 现在路上每一个人 像我们坐捷运也好 台北市坐捷运 你就会发现大家都戴口罩了 这个防疫观念其实是比较完整的 但中国在1月23号封城 这个1月23号封城之前 它是武汉封城对不对 包括所有交通 其实在1月23号之前它就存在了 所以为什么中国的感染的数量 会这么多原因在这边 当然我们不去讲那个数据 因为我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 跟确实的数据其实是有落差的 所以感染的人数不像 像今天早上我去看到那个新闻来讲 好像中国官方公布的是 确诊在中国病例是7000多例 那7000多例死亡100多例 其实我认为感染的数量会更多 一定超过7000例 那死亡数量也一定超过100多例 所以其实你给它换算来讲 跟过去在民国92年的 那个SARS来做比较的话 它的一个死亡率大概是15% 也就是说100个感染的人里面 就100个确诊的人里面 85%的人会好 15%的人会死掉 那15%会死掉的人其实是属于什么 属于那一种 本身身体可能就有个问题的 或者是抵抗力相对比较低的 所以你会发现年轻人大概在40岁以下的 恢复的几率都比较好 就是你目前发现会治愈会好的 都是年纪比较轻的 年纪比较大的 相对它的抵抗力比较低的 它就有可能会出现死亡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把这个SARS 跟这个新冠状病毒做区分来讲的话 它的一个状况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大概重新给各位做整理一下 这个武汉肺炎新冠状病毒 它的感染的速度 感染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它比SARS还要快还要高 但是它的死亡率会比较低 因为目前是没有药 大家想说它都没有药啊对不对 没有错 因为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病株 它是会变化的 它一旦变化的过程当中 你现在可能研发了一个药 它可能又变了 所以其实现在可以 可以治得了这个新冠状病毒 只有什么 只有我们人体的自身免疫力 我们这个人体自身免疫力 是可以去对付这个新冠状病毒的 但是你的自身免疫力比较低的人 你就对付不了 就会有这个状况 所以为什么会有15%的死亡率 所以其实反而大家 像我们台湾在现在来讲的话 大家只要做好 比如说戴口罩 你把那个出门 你到户外去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在室内的密闭空间来讲的话 我就会建议你戴口罩 为什么 防止别人传染给你 也防止你传染出去 因为它的潜伏期 这部分的话 它的一个潜伏期 其实相当的时间相当多 看一下我这边的资料 好 这边资料没有 它的潜伏期的话是14天 跟SARS不一样 有可能就是我现在假设 我已经就是被传染这个新冠状病毒 我现在没有事情 我也不会发烧 然后14天之内都没有事情 我可能14天之后才开始做发烧 所以我这14天之内 我可能到外面去 然后近距离 我没有戴口罩 就有可能会传染给别人 所以这个潜伏期它相对比较长 也就造成传染的几率也会比较高 所以大家为什么在密闭式空间 要戴口罩的原因就是这个样子 各位懂我意思吗 你只要在密闭式空间里面戴口罩 然后你就是 比如说你拿掉口罩之后 你进入到室内对不对 自己回家了 你就洗手 洗手的话你那个自来水 就是我们搓了肥皂抗菌或用酒精 然后基本上冲水大概在20秒以上 大家病毒就可以冲走了 所以其实基本上 我觉得大家不用那么恐慌 然后就是可以的话 就是一样多运动吧 增加自己的一个免疫力 所以其实我认为这个事件之后 是会过去的 是会过去的 但是目前来讲 可能会时间会拖下去 到再拖个两个月以上 这个是有可能的 所以影响到台北股市的一个行情来讲的话 它还是会后续影响 但是我们后续要注意的是什么 注意感染的人数 就确诊的人数 有没有继续做增加 如果确诊的人数 没有继续做增加 其实大家有这样的防疫观念的状况下的话 对股市后续的影响不会那么大 所以我为什么跟各位讲说 其实大家不需要去做恐慌 如果你现在去恐慌 去害怕 对你来讲 你可能会造成心情上面的影响 因为其实我们的人体自身免疫力 不是只有靠运动靠吃而已 你的心情放轻松 你的生活没有压力 对不对 你如果你的压力减少了 心情轻松 你相对的你的抵抗力 也会比较高一点点 你就有能力去对抗 就算你感染到了 你也有能力去对抗 这个所谓新型冠状病毒 是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 可能大家的恐慌性是比较有的 但是因为台湾的防疫观念是很完整的 所以现阶段 大家都在戴口罩洗手的状态下 它传播的那个媒介 跟那个就是它的速度 也会相对减少 我们认为 以目前台湾的防疫的一个观念来讲的话 应该不会持续的扩大下去 但是中国大陆就不一定了 这个毕竟不是我们可以去掌握的地方 所以最重要的是 大家要顾好自己的一个健康 如果说你有出现了发烧的症状 也不用太恐慌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次这个新冠状病毒 它的一个症状跟流感 跟流感其实差不了多少 只是你要去注意你的接触史 你所接触的人 他有没有曾经 比如说坐飞机从中国回来 如果有的话 那你又发烧 可能又咳嗽 那你就马上通知或马上就医 我想这个部分对你来讲 应该会有所帮助 它的新型冠状病毒跟流感来讲 都是属于就是会发烧会咳嗽 那这个部分的话症状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说你有出现身体不适的状况 也不用很担心就是说 那个可能就是得到了这个所谓 武汉肺炎的这个状况 所以把心情放轻松 就跟面对股市一样 我相信今天大部分人看到这个股市下跌 可能三七二十一就把股票都卖出去了 但是微博老师的做法不一样 我的做法 我先去看我的那一档股票 需不需要做卖出 那股市应该怎么做应对 以及后续我们对行情的一个判断 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继续给各位做股市分析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同步 02-8773-8859 只要拨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车怎么看啊 你怎么看啊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害 三 交汇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证 四 无人受伤时 当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 播 话 已等 就对啦 好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大盘 现在跌了569点 569点 那今天的K线 它是一个跳空长黑爆亮的一个黑K 那我们从几个层面来分析一下 这个盘是它的下跌的状况 有可能多剧烈 或者它有可能形成的支撑会在哪个地方 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台币后续的表现 其实今天的大跌 我们从台币大概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今天台币的K线 那台币的走势 今天也是出现一个跳空上涨 所以从原本的29 现在又就是破了30 又破了30 那这个是过去从8月份 去年8月份以来的一个台币升值的一个走势 这个升值走势 趋势在今天被破坏了 今天被破坏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台币目前它有可能会走贬值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 什么时候台币的那个 这一波受到这个所谓肺炎的贬值出现的结束 那就是台股有可能出现止跌的一个迹象 这是第一个要观察的一个重点 所以台币的部分我们就可以去观察 它后续会不会持续做贬值 那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美国股市 如果台币不贬值 美股不下跌 台股就有机会 好 那我们刚才看台币了对不对 台币目前来讲 我们还要观察它什么时候有可能出现的 相对的一个就是指稳的一个状况 那美股呢 美股其实昨天的美股 道琼跟纳斯达克还是上涨 但是我觉得纳斯达克跟道琼 并不具实在的参考性 如果这样的话台股今天不会跌那么多 主要是费城指数 那费城指数在昨天来讲跌了34大点 跌了1.83 所以费城指数的走势 并包括像台积电的ADR 所以台积电 大力光 鸿海 就是全子股 银行股出现了大跌 所以台股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大跌状况 好 那我们就看费城指数 那费城指数也是跌对不对 这边我给各位画出两个支撑 这边是费城指数也是下跌的一个走势 好 这边是第一个支撑 这边是第二个支撑 会不会在第一个支撑出现了止跌迹象 还是在第二支撑出现止跌迹象 还是说它会破支撑持续往下跌 我觉得这个要后续持续观察 也就是说你如果问我说 魏保士今天 有没有可能在今天就出现止跌 当然你从今天的K线来看 怎么样都看不出来 甚至反弹会有很多卖压 为什么 因为反弹上来大家都想跑 所以以后这个盘式如果跌下来 反弹的过程当中都会有很多卖压 所以以目前的这个K线 就技术分析来讲 它是跳空破长黑 它是破线 破什么线 破这一条线 这是在封关之前1月20号的台股加全 这是1月20号还是这一条上升轨道 今天是直接破 今天就直接破 所以今天直接破的状况下的话 你说会不会在今天就出现止跌的一个迹象 我认为从大盘来看还没有 是不是整个台股就走空了 我目前为止我认为还要观察 为什么 因为就算台股走空来讲 它会有一个所谓的逃命反弹 所以其实倒不用那么担心说 在这边跌下去 你所有股票都要卖 因为很多股票其实今天已经直接 我这样讲好了 刚好1月23号武汉封城的这段时间 是我们台股修饰 很多人反应不过来 包括外资包括主力 所以就算台股要走空 也会做一个所谓逃命 你懂我意思吗 而且还不一定走空 因为这个武汉的肺炎 我刚刚跟各位讲过了 它的死亡率其实不是很高 它的死亡率不高的状况下的话 它治愈率是有机会的 所以你只要做好防务措施 就是你到了密闭式空间 公共的一个场合 人比较多 因为它的传染途径 不是说远远的这样会传染 它的传染是由飞沫 有人咳嗽 有人打喷嚏 然后你刚好就在旁边 那你就有可能感染 你又没有戴口罩 没有做防务措施 就有可能感染 或者是你摸了 比如说感染的人 他的口水飞沫 接触东西 你又没洗手 那你才有可能会感染 所以你只要做好了防务措施 你的感染机率其实不高的 因为它并不是说 我现在戴着口罩 去跟那个有感染者握手 没有关系 我只要洗手就好了 所以其实 不用那么担心 这个肺炎的一个疫情 好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观察 费城就是 第一条趋势线 还是第二条趋势线会指纹 那哪个地方 我还不确定 因为我们还是有观察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回来台北股市了 台北股市今天已经破了 我刚才讲的就是 原本从八月份以来 这一个上升趋势线它破了 就跟台币一样对不对 那下一个支撑呢 下一个支撑 可能就是在这一条上升趋势轨道 那这个上升趋势轨道的位置 就是未来拉回过程当中 可以去做观察 也就是接近大概在哪里 接近大概在一万一千点 一万一千两 一一二零零那边左右 会不会我不知道 因为我还要观察 所以其实以目前现阶段状况来讲的话 就是你要去注意你手上的持股状况 不是说所有股票都要卖 因为有的股票可能会错杀 那这边我给各位一个建议 如果说 你的手上股票基本面是好的 你的手上股票基本面是好的 其实不需要担心 因为有些股票基本面 它还在持续成长的状况下 你就算被错杀 可能今天受到盘氏营养都下跌 最后还是会涨回去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做个举例好了 比如说 这个是我们在农历年前 威宝是带会员做布局的 那今天也是下跌 对不对 叫1464得利 这个也是会下跌 但是下跌的过程当中 他今天来到这个缺口 位置点位就止住了 所以要观察一下 他有没有机会在那边做止住 因为如果说他的基本面很差 那当然我们就要做停损的一个动作 但是实际上 你会发现他公司的营运 是持续在成长的 对不对 今年的第三季1.24 已经超过去年整年第四季了 那我请问大家 如果这样的股票 一旦出现了错杀的状况下 有没有机会回去 是不是可以观察 所以是不是所有股票都要卖 不是的啊 你看像威宝是带会员买的股票 我过年前续报的啊 今天当然也下跌啊 这是8926的台积电啊 对不对 那今天走势呢 当然也受到台北股市 今天的那个大跌的影响 但是它的趋势还没有改变啊 那为什么我会去买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本身的公司营运 它也是逐渐在成长的啊 第三季获利已经超过去年全年了 懂我意思吗 所以其实现阶段的操作过程当中 你反而可以去注意一些 基本面成长股票 这个会是你下一次 就是整个行情确定指纹 或者是指纹的时候 很多好的股票它会率先表现啊 所以不需要恐慌 反而我认为下跌过程当中 有一些是机会 除非你乱买股票你追股票 因为时间不够啦 没有办法跟各位讲其他的 我想我们明天再跟各位讲 你的股票该怎么处理 该怎么操作 我想今天节目 我们就先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 预祝各位操作顺利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很久 发很久 02 8773 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即速播02 8773 885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 8773 8859 偷偷跟你说哦 我的家人都是爵士高手哦 妈妈是一个超级顺风了 能听到天花繁闭来声音快播落的声音 105 00.00.00 9 00.007